有多少人会把旧的手机拿去回收呢 根据统计 台湾每一年的手机销售量大约有700多万只 不过呢 回收率却只有三成左右 现代人几乎人手一只手机 加上科技推陈初心 台湾每年就卖掉700万只手机 不过用过或是坏掉的手机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一旦破损 很容易让手机里面的重金属释出 尤其是电路板上的铅骨皮 这些都对人体有伤害 还有一个比较可怕一点的话 就是所谓的皮 就是精致旁这个皮肤的皮 它是本身是也是WHO规定的一级致癌物质 尽管手机内含的重金属有可能会致癌 而且流入环境中也会造成污染 不过根据环包书统计 目前回收率却不到三成 环包书解释 有可能是民众换了手机 没有把手机丢掉 所以回收率才这么低 不过还说要求电信业者尽量加强回收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能够提供一个优惠方案出来 来鼓励民众 真的不用的就不要留在家里 就把它拿到我们的通信业者的回收体系 目前大部分的电信业者或是通讯行 都设有手机回收桶来回收 圈台据点有两千多个 连清洁队也会回收 虽然大部分的民众不至于会直接 把坏掉的手机丢到垃圾桶 不过环包书表示会在家常宣导来提升回收率 记者林静白郭俊玲 吴家宝台北报道